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哎呀,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袁醫生會繼續跟我們說說他平時是怎樣看症的 袁醫生,你有四科醫療的資格 三十多年的經驗 那有哪些人你覺得是很難處理的呢? 有些什麼病人是比較難好一些 又有些什麼病人是容易好一些的呢? 我最近看了一本很好的書 有一本很好的書 他經常說是說醫癌症 他說要成功醫癌症 他有四個條件一定要具備 你才可以醫治的 第一,就是病人的態度 如果病人來,他是很誠懇 就是希望你幫助你的 而不是說走來到考一下你的 試一下你的,質疑一下你的 如果那個人的態度是不誠懇 不是真的有心跟你合作去做 這個肯定是很難醫的 癌症更加了,一般病都是難的 當然,如果那些普通的病 就像貓貓狗狗病 我都不是那麼難醫的 你不用相信我都可以 那你總之給我醫就行了 但是一般的慢性病 病人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第二,如果病人來的時候 他有家人是陪他來的 那家人的態度都是幫他的 是鼓勵他的 而不是陪他來質疑我的 你都可以看到的 如果病人的態度 你會看到家人在這裡聽 嘴鍊是很差的 我知道是沒得救的 因為他好像來到考一下你的 我看看這個什麼醫生 行不行的 那這些這樣的態度 就是家人不是在之前幫助你 都是沒什麼機會遇到的 好了,那為什麼呢? 很多慢性病的病人 尤其癌性的病人 來得找我們那些 都不是第一期那些 多數是第三、第四期 或者快死那些 那你已經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自己在家裡要做很多事情 去改變生活方式 改變飲食習慣 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 家裡一定要有人 看著他幫助他 就是要監視他 吃療劑、吃營養素 那個飲食要全面去改 如果家裡有這樣的人 機會大很多 好,第三 你找不找到一個 真是有療的醫生 是吧? 始終在治療劑 在香港來說 是沒有枉管的 是吧? 各人都可以說自己是治療醫生 各人都可以開學校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 挺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這個也是靠自己消費者 自己了解 是吧? 沒有辦法的了 香港是沒有什麼標準的水準的 你要靠你自己去多些深入了解 那所以呢 一定要有一個有能力的醫生 專業的醫生 是幫你 教你怎麼走 指一條對的路 去幫你守 第四 就是病人的具體行動 他會不會很積極去做呢? 是吧? 即是就要包括 會不會去學一些 去改變以前的錯誤 那些觀點呢? 這個是很難的 即是有一個說法 就說呢 其實我們 這個是一個Katering說的 Katering是 是 愛迪生同期的一個科學家 他有三百多種的專利 是以他為名的 有人問他 有什麼不自知症呢? 其實他沒有什麼不自知症的病人 但是有不自知症的醫生 是 他說呢 現在最難呢 我們雖然可以用七分之一秒的時間 將訊息跨過全地球 七分之一秒的時間 但是要將一個概念 灌輸入我們四分之一寸厚的腦袋 他很多年都做不到 其實很大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那個概念的觀點 是不會去改 那麼這個是很難的 所以呢 最大的最難的病人 就是要在癌症的病人 如果那四樣東西不符合 是很難的 除非這個是一個很早期的 初期的 他自己都可以有能力處理 如果不是呢 多數都是很難醫的 好了 那麼當然 也有些病人 就是吃很多西藥的 也都是不敢放的 那麼這個也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問題來的 因為很多問題呢 是因為西藥的副作用 而這個救病呢 是不會因為你吃那些化學藥 是會好得回來的 那麼如果你一天去不做 不去不去改 不去停 去改用其他方法呢 你是不可能會好得回來的 那麼所以呢 我們很多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的病人 就是他可能在調查 淚固醇 查了很久 不肯停的 皮膚調查淚固醇 當然可以按到 但是你不會好得回來的 那麼很多人吃那些藥 心臟藥 血壓藥 膽固醇藥 尤其是膽固醇藥 大家都跟大家分享過 上年七月 美國政府已經公佈 是不需要的 是不關系的 是沒有事的 是沒有害的 但是很多人都未接收到這個訊息 那麼所以呢 很多時候 我們難就是難到這裡的 那麼我有一份資料呢 原來是戰國時代 有位神醫 大家貶著 大家都聽過了 神醫貶著 他救人無數的 但他由經驗中歸納種 六種醫不好的 即是無藥可救的病患的人 就是說呢 神醫或有六種人 是神醫都醫不到的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病人 嬌慢不講理由 我遇到很多的 這些病人來到之後 就經常質疑你 那麼我就問你很多問題 那麼你當然盡量解釋給他聽 那麼當然呢 我說 如果你真的 真是很誠懇地想了解多些 其實有很多資料的 很多的書籍啊 很多的DVD啊 你不如你買回去自己去看吧 這些中文書幾十一本的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不會去買的 我看到的 譬如我寫了幾本書 那就要他去建議他買的 那麼結果他沒有買呢 我當時知道這些病人 是差一點的 是難好一點的 因為他是 不是真的想知道 不是真的想幫自己的 那麼第二呢 就是病者輕生仲裁 不捨得 不是說沒有錢 不捨得 或者他真的已經被人 已經花費了 那麼也很多是公務員 我們很難醫的 因為知道香港公務員 全部有優惠的 急性室有優惠給他 我真的遇到很漂亮 我們很少會遇到這些病人 因為他們認為 我已經不免費的 還有特別的優惠 來看他 他不會用其他方法 他不會自己再額外用錢 去真正找一個有效的方法 這個我見過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這些 在家裡附近 鄰居很多公務員 我曾經聽他說的問題 他明知道我做什麼 他不會找我們 因為公務員 馬上政府給了錢 所以患者輕生仲裁 不捨得用錢 將資源等到健康心上 這些人都很難醫 這是貶著說的 第三 不聽從醫生的吩咐 避開惡劣的環境 飲食和生活習慣 很多時候 例如鼻敏感 鼻敏感很多是牛奶的敏感 很多皮膚問題 很多是雞蛋的敏感 我亦都有些癌症病人 連死都不肯介醫 你也知道 這些導致你病的因素 你不肯去斷 根本是醫不好的 第五 病人體內陰陽狀氣散亂 難以調整 即是太遲了 病日高方 終於說 打密都沒有了 沒有了條路 沒有了密像 都不知道如何入手 如何處理 這個可以簡單地說 即是太遲了 個人都有這一天 不要有個人 常生不老嗎 不會死嗎 不可能的 好了 到最後 身體內陰陽狀態 真的壞到太遲了 第五 身體太虛弱 沒有辦法吃藥 那 這個在同學療法上 就比較好 因為同學療法的藥 是不需要吞伏的 同學療法藥 可以簡單地說 塗在皮膚上也可以 是 或者是在口裡 一兩滴的水 或者幾粒糖粒 即在口裡 立即溶化 那就已經進去了 所以這個 但是當前你記得 是中醫 是貶在中醫 它是煲藥的 連喝都喝不到 就是 拜拜 當然它可以嘗試針教 那些其他事情 第六 病家只信毛 而不信醫 毛即是說毛術 醫 就是當中醫 就是貶在醫療 治療 毛是所謂的 毛師 當時的煉丹師 煉丹術 今時今日的什麼呢 就是洗衣 只是使用那些 毛衣的西藥的方法 是無法發現得到的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 你記住 西藥是一種專利的藥物 那專利的藥物 一定要具備一個條件 就是它不可能是天然的東西 如果它是天然的物質 你是不可能專利去註冊成為一個專利的藥物 那就是說 所有你吃的西藥 肯定是一種不自然的 自然界不自然出現的化學物質 那有一個醫學名詞 名字叫做Xenobiotic X-E-N-O Biotic B-I-O-T-I-C Xeno 即是移物 外來 Foreign Biotic 生命 所有非天然的東西 是定義上 By definition Xenobiotic 是一種生命的義物 生命的義物 不可能失去你的身體 令你的身體正常运作 令你的身體會更好 那就是說 如果你只有一尾使用一些化學藥物 你是不可能會更好 那這個扁著 早期是講的那些無醫 其實今時今日 現在所吃的那些化學藥物的病人 其實都是同一個處境 所以簡單來說 其實我們身體的那個 醫病的能力很強 我昨天去看一出戲 就是那個 《Miracles from Heaven》 講一個小朋友 他就是無端端 是那個腸 就是停止活動 然後就是一種絕症 那什麼都無法治療 結果他最後 他就不小心 在一棵樹那裡 是跟他姐姐爬樹 就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撒一撒之後 就好了 那當然 那個戲裡面 是講的 就是講 他看到神 神就告訴你 你回去吧 你會好回來 這是一個奇蹟 但是在醫學上 我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 經常面對很多的所謂不義之症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 其實有很多好的方法 比如剛才他出戲所講的症狀 就是那個自律神經系統問題 其實在脊椅那方面 也有機會幫到的 是吧 因為自律神經系統 在脊椎那方面 因為他失調了 他的腸部不動 自律神經 脊椅可能有幫到 我們那個太空小年精 是 所以當然 那個戲裡面的主角 他們是一個真事 但是他們不認識 是吧 當時他們不認識 那好了 跌一跌之後 跌回後 也是這樣的道理 你的自律神經系統 可能你搓一搓它之後 是震回正 照神經系統回復 是脊椅都可以做到的 那麼多人都出戲 那個背後的訊息 就是奇蹟 神 那我相信 這是一件好事來的 有信仰 是比沒有信仰 但當然 看你信什麼 如果你的信仰 是講真理 講愛 講互相幫助別人 這個當然是一個好的信仰 但如果你的信仰 是一種邪惡的信仰 要征服別人 如果不信 就算是要殺你 那這些當然是一個不好的信仰 那作為現代人 在今時今日 我們面對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 中、奸 這個世界上 是真的有好與不好的 就是不能夠說 全世界什麼都好 你的心境好就好 你積極一點就行了 我覺得 這個有一點是 自己騙自己的 也都是解決不了 我們現時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 當機立斷 要了解真相 去做一些事情 把邪惡的事 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 不好的法律 不好的醫療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改 不要說 我們的心態好一點就可以了 什麼都是好的 你這樣想 其實很悲 最近我上次在MJ13 卓飛跟我說 最近有一個 Documentary 叫Vaxxed 這個紀錄片 揭露疫苗鑽射MMR 和自閉症的關係 結果 大家都認識 荷里活的影星 Robert Dinero 他有份參與這部電影 因為他自己有兒子 自閉症 他也很想知道真相 他就想把這部電影 在他的影展播放 但他受到壓力 是不讓他播放的 即是說這個世界 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是說你心境好 經常掛著一個好的笑容 這個地球問題就會解決 是不會的 你是真的要了解真相 要用我們的腦袋 用我們的邏輯思維 用我們科學的態度 當然我們的心態要正面 但只是正面的心態去看事物 是不足夠的 就不要再繼續耽誤下去了 要做的事是需要很多的 好了 那除了我剛才所說 那六種人 就是神醫也無法治療 還有一件事 就是錢方面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你 即是多少錢 貴不貴 醫生 我已經沒有了錢了 要多少費用才行 多少錢才行 有時候我也很難回答 即是某程度上 我說不要緊 你自己告訴你 你可以負擔多少錢 那我就由你那個budget 你一個月的費用裏面 我由你那個能夠負擔的方面 我就由那路幫你用藥 因為我又說不到給你聽 即是是否用得多些的工具 一定會很多 那未必是成正比例的 還有很多的醫療 是你自己做的 尤其是在癌症裏面 生機飲食 是治好過很多病 是 完全你不需要靠其他東西 只是生機飲食 都治好很多癌症 那這些是自己做的 那這些都要吃飯的 是吧 所以很多時候 即是那個態度 成不成癌症 還有肯不肯 就是採取行動很重要的 好了 那大家都可能 都聽過這個資料 周立波語錄 周立波是一個 中國大陸上海的 一個著名的演員 大陸有很多 這些精具的語錄 他說 關於運動和健康方面的錢 該花一定要花 而且要拼命花 努力花 搶著花 因為花的錢是醫院的錢 你不花 將來都是要給醫院的 預防永遠給治療更重要 今天不養生 明天就養醫生 袁醫生 我知道你有四科的醫療專業資格 那你認為不同的醫療方式 有什麼強項和弱項呢? 那一般市民又應該是怎樣選擇呢? 那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位脊骨神經科醫生 在香港和加拿大一直都有註冊的 那我也是一位自然療法醫生 曾經在加拿大有註冊 因為香港一直都沒有自然療法 這方面的 那我當然也是 我專項 就是我強項在同學療法 那我也是一位表列的中醫 那如果你問我 我認為同學療法 作為一種醫療的工具 即是醫療的藥物 我認為是最好的 就是最最高的 就是我會給分數 給它最高的 不論是急性 慢性 遺傳的病 或者一些所謂的疑難雜症 同學療法 尤其是處理情緒方面的問題 是最好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我選擇工具 如果我什麼都不想選擇 只選擇一個 我一定會選同學療法為主 因為它可以說便宜、精、快 什麼病都有機會可以用同學療法 好了 自然醫療方面 它的強項 就當然是它那個 採用的工具 是一種自然的工具 還有它用很多的營養方面 都是比較上是有 原代科學的根據 那它用的草藥 都是有多些的原代的物理 那個就是藥物學的根據 比較強一點的 那所以呢 作為一個飲食的方法 排毒 例如看了水療 那個碗腸水療 這些都是按摩 香薰療法 那這些都可以這樣說 是現代的自然療法的工具 那就是說 如果我是用那個食療方面 我會用西式的自然醫療 比較強悍一點 還有很多營養補充劑 始終這方面 在外國有很多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工具 那但是呢 它呢 就跟同的療法比 就是沒有同的療法 經濟效果那麼高的 因為同的療法 可以有時候這樣說 你吃過療劑 是吃幾次 就幾十年的病 都可以搞 我都遇過這些情況 那當然 在食療 我相信你很難做到這樣的效果 好了 脊骨神經科 當然 如果這個問題 是因為脊椎的位置 脊椎骨的位置 是出現到壓力點 那當然 最有效的方法 一定是用脊椎的手法 是將它 是將它 半缺膠的問題 釋放了它 那這個就是 即時的 功效 那 沒有它也不行的 如果你說 因為脊椎 有壓力 有壓力 那個頸椎骨 夾住了 那頸痛 這樣 你不斷吃療劑 不斷吃營養素 不斷做按摩 其實效果都不太顯著的 那如果你能夠用脊椎的手法 是將那個 那個 半缺膠的問題 受壓的地方 是即時拉開它 舒緩了它 那這個當然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呢 很明顯 就是各有各的 重要性 那中醫那方面 我覺得中醫的 一向的那個 養生方面 針灸方面 還有那個 氣功這方面 其實是挺好的 那還有中醫當然有很多 草藥方 傳統都用了很久的 那很可惜 中國很多這些 很出名的 有效的草藥方 是比日本 和韓國 製成了很多的 忠誠藥 全世界發行的 反而中國這方面 就發展得 沒有人敢好的 那麼據我所知 現在最近的 中國的 新的取向 都希望 建立一個 新的健康工程 那當然 中國的 自然療法 醫生 是沒有什麼的 沒有的 都要靠中醫來幫忙 那他也都會將 中藥方面 再進一步 再提升 他的應用 那個機會 是 但當然 大部分人 香港主要認識 是西醫的方面 其實西醫這個字 其實要很小心 要了解 因為 和療法是西方醫療 治療法 是西方醫療 脊骨神經科 也全部都是西方醫療 所以一般人說 西醫西醫 其實他在說 西醫裡面 西方醫療的一種 我們叫做 對抗性醫療 是 英文叫做 這次 大家都了解 因為西醫的用的手法 都是對付 那個跡象 病徵的 退消藥 止痛藥 止哀藥 止歐藥 消炎藥 還有很機械化的 那這一方面的 對抗性醫療 那一個強項是哪 當你遇到一些 創傷性的問題 譬如你骨碎了 裂了 斷了 或是你受了創傷的問題 或是皮膚燒得爛了 那這個當然是 你是需要這類的 所謂 我們這一種 有侵犯性的 以及要一個 比較積極的手法 去治療 那這個是佔人類的 遇到的問題 所申請需要 大概10-20% 當然都包括 必要的開刀 大家都分享過很多很多次了 其實開刀 不是等於你 治療的病 開刀 只不過承認 我無法治療 所以蘿蔔刀 把問題 切除了 正確的醫療 是把問題 器官 重複回復 它本來的功效 而不是把器官 切除 把器官切除 其實意思是 對不起 我無法治療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會 會問 其實 醫生 你是不是 哇 你這樣的經驗 會不會很忙很忙 我覺得 這件事 都要跟大家 分享 了解一下 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 你見到診所裡 是爆滿了人 即是 很難才能去到的 亦都收費得很貴 那你會怎樣去理解呢 其實 一種的理解 其實醫生的病人 是很厲害 所以病人很多 很多 很多人去看 但是 還有一個理解 就是 其實這個病人 這個醫生的病人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他從來沒有 真真正的醫治好過 嗯 你有沒有去這樣想 如果這個人有高血壓 那你高血壓 有沒有用藥 醫治好呢 是不會治好的 那你就經常去 每個月去 每個月去 十二十年都這樣去 那如果你有心臟病 或者你任何的 一般的病人 我們所遇到的慢性病 其實這些病 在西醫的 對抗性療法 根本是沒有可能治得到的 是 精神科的病人 他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 為什麼那些病人多呢 經常積慢呢 因為沒有一個人 真真正正的醫治好過 需要離開這個醫生的 那所以有時候 大家要了解 當你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 看到一個現象 那個診所很多人 很多 好似香港現在的 醫療的設施 是不是 我們那個人流醫院 哇 人滿都 是啊 那我現在看到的原因 就是根本是 從來沒有那種病 是那種原作的方法 可以治得到的 又是精神科的病 因為有一種說法 在醫院裡面的 一半的病床 是被精神科的病人佔了的 所以大家真的真的要了解到 如果是真真正正有效的醫療 能夠出現在我們的社會 其實我們的病人 我們醫務所 醫院應該越來越少人 這樣才會成功的 OK 多謝完醫生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知道原醫生原來是這樣 看症的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原醫生預約會診 2577-34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WADRO.COM 可愛的聽眾 也可以跟原醫生 用Skype 和iPhone FaceTime去會診 還是打以上的電話 2577-3798 或者電話 csatnaturalhealing.com.h 謝謝原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藏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EALING.COM.HK